嗨 大家好 我是曾建華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一位 曾經有過寶貝的老師 泡過樹毛寶貝的呂水士老師 讓我們歡迎呂水士老師 大家好 forever 不知道水士老師是從什麼樣的一個契機 接觸到漫畫 然後進而開始想提起別人來畫漫畫 就是從小就喜歡看漫畫畫漫畫 這是一定的嘛 對不對 然後一開始當然就是做一些 我們現在講的是二創 就是畫無敵鐵金剛啊 科學小飛翔 這樣開始 臨摩嘛 那正式進入這一行其實 對啦 是有一個機緣 就是原本我在漫畫出版社當美術編輯 原本是編輯不是漫畫家 就是因為貼貼貼貼 那因為在1992年 我還記得那麼清楚 這個我最清楚 因為那時候需要大量的本土作品 所以台灣各個出版社都在募集 廢部的漫畫作品 那因為我是編輯嘛 所以老闆就說 呂水士有沒有認識台灣畫家 我說就我 好吧你就試試看嘛 就這樣開始畫了 死馬當火馬鷹嘛 要找人嘛很缺工對不對 所以就開始畫了 從事漫畫這麼久啦 是 有沒有中斷過畫漫畫的這個 中斷啊 中斷過就可能天災人禍啊 有有有有 如果有印象的話就是有個很大的風災 納利風災 那時候你們家還沒出生嘛 對 但是我年紀還小 那一次重創 尤其是出版業界啦 很多因為水多書局 書都淹掉了 所以那時候出版社有 遭遇一些經濟上面的 也拒更困難 剛剛 曾老師講話 數碼寶貝 那時候我其實已經要畫第二代 但是因為出版社的 財務狀況出問題 他就暫停了 所以第二代就是因為這樣沒有 對的我就沒有出來 然後那個時候就 算是被迫就是中斷 所以曾經是有這樣的狀況 中斷之後那又是什麼樣的 機遇又讓你重新又提起筆 繼續在畫 其實我一直沒有把筆 真的放下來 那當然 很多人知道那個台灣的漫畫家 除了本身創作工作之外 可能還要兼很多的 其他的業務 我記得中間你好像有去學校 對 所以就投入教育這一塊 就是所謂的教學 你有這樣的機會就去做 但是因為我們的 畫漫畫的技術跟技巧 根本沒有喪失過 所以有畫的案子 我們就可以繼續畫 至少兩頭都可以併結 也不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畫漫畫有沒有為你帶來什麼樣的 一些事情 改變了你什麼人生態度 又有故事了 請花30分鐘 可能不夠 我們時間有限好嗎 因為就是這樣 漫畫世界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我們講虛擬世界好了 我們活在現實世界裡面 他帶給我什麼 穿越這兩個世界的能力 因為不管是以前看別人的漫畫 我們會 站在裡面那個世界裡面 跟著故事這樣子走 到後來自己創作 其實都是一樣的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產生了所謂的 一個專業能力 就是把 張丹付清 這重要吧 好能力 這是最重要 付張丹 這很重要 好 好現實的 能力 除了付張丹以外 我也知道 之前提到你的作品 就是 樹毛寶貝 這個大家最耳熟人詳 除了樹毛寶貝之外 你創作那麼多年了 有沒有什麼樣的作品 那你比較印象深刻 你自己的 我自己的 那當然是第一次 我想 曾老師應該也一樣 你的第一部作品 我以為你說的第一次是那種健康教育的 沒有 這是第一部作品 幻青 幻青木林 當初你從 林開始 畫一張稿子出來 畫一尾稿子出來 到 出一本書 我還記得 拿到單行本的時候 手還微微的 燦斗 我們好像都是這樣 每個人的第一部作品都會這樣 因為我們知道 版稅快進來 對 這是 不要講出來 永遠 就像你第一個孩子一樣 對呀 感動啦 那種很感動 記憶是最深刻 現在最新的作品 最新的作品 商業機密不能講 我們可以講 沒有那麼新的 可是也是很新 好好好 有帶來 請到各大 網路數據 這是我 算是去年年底 結集的單行本 叫做 《幻獸獵人》 阿塔伊 唱作這部作品 那時候為什麼會唱過這部作品的一個 很簡單 編輯來邀稿 喔好 就是這樣 我也要付帳單 因為我們可能做到有一些 小小的口碑 小小口碑 人家就會來 對 對 對 他就說 李老師我們要畫一部 有關 召喚 召喚獸的 作品 然後 連載 於是就 誕生了 喔 剛才李老師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要點 就是說 很多創作者在創作過程當中 為什麼會來跟你邀稿這個問題 會繼續合作 配合度好 品質到一定的程度 在推陳出新的這種作品 所以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做好 盡量可以曝光 不要斷了你的創作 對 一定有機會 那你覺得 目前台灣漫畫 最欠缺的是需要注入什麼樣的力量進去 這個問題 可以說非常複雜 是 再看三十分鐘 用簡單方式 最缺什麼 錢 絲巾的光鑄 是這個意思嗎 三個部分 是 創作者有沒有 足夠的收入 去維持他穩定的生活 持續創作 這是錢的問題 資金的注入 投資者 他能不能從這個投資也獲利 也是錢的問題 第三個我覺得挺重要的 消費者 基本上是使用者付費 但是 付費的一定是使用者 可是使用者不一定付費 現在就是 免費嘛 免費 所以這一塊如果沒有辦法 讓投資者或者是 創作者 得到相對的 消費理論的話 可能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這是一個循環 一個循環 對啦 現在大部分來講的話 產業為什麼會低迷 就是 惡性循環 你不消費 那就是 沒有資金在流動 我們在創作的人 因為 沒有人消費你的作品 所謂消費不是在 那種消費 對 是 是真正拿錢出來 消費的那種消費 讓整個循環打通這個關節 而不是停在一個點 那其實都是會阻礙所有的一個 產業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問題 好 請付錢 未來有什麼目標呢 目標 一般我們會假說 要畫出更好的作品 對 更多的作品 對 成就自己的作品 沒錯 這是官方 我是嗎 我現在目標是 希望能早點到達 不需要目標的境界 不需要目標的境界 這是有點懸 有點懸對不對 就是這麼懸 好 因為太懸沒辦法解釋 好 所以說就是 不想要達到目標的目標 因為目標就是你看得到的東西 它就會產生一個路徑 你要往前走 但是我今天如果不需要目標 我就可以 往前 往左往右往後 3D走 甚至4D 聽起來有點像 靈魂出竅 我們繼續下一個問題好了 對 根據這個理論 我覺得我們創立一個邪教應該也不錯 好像也可以 就是向左向右都可以 都可以 也可以 就這樣 好了 已經快問不下去了 所以 請 李老師給我們 想進到這行的新的一個 比較具體一點的建議 很簡單 我想 坊間有個說法 是 對對對 有人會要怎麼表演 動筆就不用講了嘛 當然 一定要動筆 你會有做到這三點 你才有可能成為 一位長久 的漫畫家 對對對 因為我們出一本就沒有 這樣也好像 對 要能夠長久 所以希望大家 秉持自己的 熱血跟熱情 持續創作下去 就是不要停筆 恩 就很多創作者共通的毛病 大家都會有一個想法 是 可是這個想法 就是不會去動手去做 對 大家都用想 用講 對 用講的比較快 可是我們實際 所謂的 產業跟創作 是需要 大家提起筆 用實際的動作去做 你有做才會有些作品 有些作為出來 那永遠的想法 其實永遠 平常在你的腦子裡面 你沒有辦法把它實踐出來 大家 對 那大家就沒有辦法看到 你真正想要做的是什麼東西 那你永遠就用想的跟講的就好 對 所以我要講一個重點 就是各行各業 你做久一定會有一些倦怠 對 但是 做你喜歡的事情 所產生的倦怠 好過做你不喜歡的事情 所產生的倦怠 對 所以是幸福的 沒錯沒錯 就是為什麼漫畫家都一直持續在 創作漫畫的概念 雖然也有很 煩喔 可是你還是 覺得這是一種幸福 對沒錯 畫漫畫就是這樣子 你還是一直停不下來 還是繼續在畫 還是 喔喔喔 還是繼續 就是一個 S跟M的那種 對 也對 這一段不用剪 好好 我會保留 OK 今天很高興的邀請到 呂水士老師來為我們提出一些建議 其實裡面有一點就是說 不管做任何事情 進步最大最快的方式 就是你必須 去畫 對 你光是想你要怎麼進步 其實還是不會進步 然後最重要的老師的新書 可以買來看一下 看看他是怎麼畫出來這一本的 再次謝謝歷史老師 畫漫畫 我勒勒 我可以看來看喔 我們在看 不知道